大家好,我是文瑞,刚刚看到消息,很多人可能也看到这个消息,就是习近平当选国家主席实现连任,包括当选国家军委主席,然后他是全票当选,但是他们投票都是一些闹剧了,很多人都不承认他们的投票,但是他们这么说吧,咱们就这么讲,大家明白这意思就行,他是以多少票全票当选呢,是2952票,你看那个视频整个场面,那就是没有人, 投反对票,也没有人去全,反正就是整个全部,全票当选,然后你看整个会场里面,好像气温也很热烈,不管真的假的,大家都站起来鼓掌,然后习近平那也是趾高强,自己这不得了了,堪比秦皇汉武唐宗宋宗主了,你看他那个气势,那全都不一样了,对吧,虽然大家知道他是什么水平,但是状况,场景是那个样子,但是我看到这一切吧, 就感觉到很悲凉,我就觉得中国这个国家,再这么下去,还有希望吗,就是这样的一种感觉啊,怎么说呢,习近平他现在在这个会场,他虽然他自己感觉很风光,但是我觉得吧,他也就是最后的风光了,这两会开完以后,对不对,然后呢,他就会面临太多太多的问题,太多太多的危机,各种各样的事情,全都会接踵而至,他真的会很困难,这个就是这样,就是我就想起那个词汇, 这也叫乐极生悲啊,物极必反,真的,整个是,他现在已经全力达到了一种顶峰的状态啊,什么都是他的了,现在,那么往下,就应该是走下壶罗,而且我觉得这个速度会非常非常快, 他都会具体遇到什么问题,首先你看他这个全票当选啊,2952票,也就是说我们在体制内,大家就没有任何人能够反抗他,或者也没有任何人愿意反抗他,也没有任何人想要去和他争什么了,全都给你,你来吧,你玩吧,你厉害,你行,对不对,全都给你,什么这个职位,那个职位,你想要全都拿去,你自己去乐回去吧,可能体制内现在目前就是这样的一种情况,更多的人就会开始摆烂躺平,全都是这样的一个情况,什么权力都给你, 那么什么责任也全都给你,你自己看着玩吧,那么习近平他自身能力有限的,他还总愿意加速,对不对,那最后整个体制这里面一攀散杀,然后剩下那些就是全都是恶意奉承他的人,那么他的错误,他的这种无知,他的这种无能就会被快速的放大,对吧,那整个体制,中国社会会变成一个什么状况,所以两会以后,我真的觉得大家得小心点,很多加速可能会更快的到来,因为习近平他自身没有什么能力, 那下面也没有人反对他,你说他这个车会怎么个开发,大家可以想一下,总之吧,习近平面临的这个就是说第一大问题就是,体制内一盘散杀,没有任何人想帮他,都想看他笑话,都想给他拆台, 然后呢,他面临的这个第二大问题就是国际社会上的这种变化,大家现在已经看清楚了,国际社会也在看呢,最终当选了,行了,那就整体上对北京,对这个体制,对习近平这种孤立的孤立的态势啊,就会越来越严重,最近我们看到这么几个消息,就是首先是韩国,韩国呢,政府和日本政府呢,就是调整好这个关系啊,可能也过两天要到日本去, 其实这个对于韩国政府来讲,是一个很难很难做出的选择,因为有这种民族情绪嘛,但是,还是这么做了,为什么呢,这里面原因可能很多,但是其中有一个非常重要的原因,就是来自于北京的这种威胁和挑战,对吧,韩国也想了很久,对不对,习近平要这么连任下去,我们日子也不好过,那么我们现在只能是明确态度,跟美国站在一起,形成美日韩联盟,那么首先就得解决跟日本的这个关系问题,这就是一个很明确的态度了,要远离北京, 靠近美日,这样的一个状况,包括最近我们看到台湾,总统蔡英文也传出消息要到美国去,然后呢,要和这个麦肯锡就是会面,在美国会面哈,这个消息呢,我们也可以看出,就是美国要进一步加深和台湾的这种关系,那说白了就是要疏远北京,疏远中共,疏远习近平嘛,对不对,那同时我们也看到了,荷兰明确表态要响应美国对中国的芯片的这个制裁措施,然后,限制一些高端设备的出口,啊,这里面很多人普遍谈到了这个, DUV啊,深紫外光刻机,这样的一个情况,啊,总之吧,这个事情一出台呢,以后对于中国的芯片产业,那就是毁灭性的打击,这个我就不用太,太多赘述了,整体上,哈,习近平今天一宣布连任,那么全世界就一个想法,对不对,跟你说拜拜,跟你脱钩,对吧,我惹不起我,还躲不起我呢,坚定了大家这个决心,因为不知道你会做到什么时候啊,对吧, 就觉得你是一个非常不确定性的因素啊,啊,甚至像美国可能还会有进一步的制裁措施,那这些都是在等待习近平呢,应该很快就马上就要到来的一些东西,或者是已经到来的这样的一个状况啊,这是我们看到第二点,第三点就是这个经济问题,中国的这个经济问题,昨天我也谈到了,就是中央包括国务院,他们要这个精简编制嘛,大概要比例是5%啊, 哎,整个这个事情吧,已经开始,因为没有钱了,这确实没有钱,财政只能是越来越差,没有钱了,从这一点就开始,精简,那它会引起整个体制内的很大的反弹,这就不用说了,但是本质上就是没有钱了,是吧,你要没有钱,对不对,你说你拿了那么多头枪,我以前举那个例子似的,你们工厂没有钱,没有利润,欠一大堆债,对吧,那你把所有的工厂的这个头衔,全都挂在你自己头上,又能怎么样呢,是不是,这是一个很大的问题,目前,中国这个经济的这个情况啊, 包括外资可能走的会更快,比如外资最害怕就是习近平,因为它是一个非常不确定性的因素,那外资,他们和赚钱相比,他们现在更需要的是一个安全的环境嘛,那么外资也会走的更快,最近我们看到一个消息啊,就是有一个富士康工厂,我来了一些印度人吧,那什么意思,就是来印度来学习,把你这个设备怎么样拿走,这么一个意思吧,如果富士康走的话,那台商大批跟着走,那台商大批跟着走,那对中国的这个各方面啊,就业啊,出口的影响, 那简直太大了,这以前都说过,我就不赘述了,反正,不论习近平怎么说,他说,哎呀,包括他对这个民营企业讲,说啊,你说我们自己人啊,我们要交心啊,什么交朋友,没有用,你知道吗,现在吧,就是不论习近平怎么说,这些外资也好,包括民营企业,他们害怕的是你习近平本身,对吧,就像那个耗子一样,老鼠一样,他害怕的是你猫本身,你猫说的再好,他们也不信,但是用老鼠形容外资,或者民营企业不太恰的,那那个感觉就是那么,那么感觉,不是在于你说什么, 我就和,你只要在这儿,习近平你只要当政,我们就害怕,我们就得走,就是这么一个情况,那今天你连任了,那就一切都尘埃落定了,那就赶紧走呗,那对中国经济的影响会有多大,大家可以去想一想,那经济情况,那真是每况日下,一日千里就往下这么走,中国的经济,那习近平能支持到多久,对吧,他周围也没有什么能人,刚才我谈到了,就是他几个问题,体制的这种涣散,人心涣散, 包括国外的这种压力的变化,包括中国经济的这种持续的恶化,然后就会引起整个民众的这种反抗,民众的反抗就会越坚决,越持久,人数会越来越多,今天看到一个消息,但这个消息我没有证实,我也没有能力去证实,反正我一说出来,肯定很多人还是不信,就是说我看到消息,很多人在网络里面传在推特里面,就是说在东莞食牌, 有人因为饥饿嘛,因为饥饿就饿死了,然后在桥头也有人因为饿就饿晕了,这种情况,但是我还是说这个我没有办法证实,但是很多人在传,我也拿出来讲,而且这种情况吧,这种趋势是,它肯定会到来了,对吧,就是说你没有钱,你就没有办法吃饭嘛,现在整个失业的情况太严重了, 那很多农民工,对不对,好长时间,你就说没有工作,那你还得消费啊,是不是,那你没有钱怎么办,最后那就是只能从吃的方面节省吧,对不对,吃的就越来越少,甚至没有,而且它这种,就是情况有可能是这样的一种变化,就是说,自己吃不上足够的粮食,或营养跟不上,那么它就会导致身体出现一些其他的问题,可能不是直接因为饿导致,但是可能因为身体出现一些其他的状况,最后导致这个人就走了,就去世了, 那么,我说这意思什么呢,老百姓现在整个的状况,真的就是到了吃不上饭的时候了,那这种反抗会很坚决的,对吧,会很气愤,很坚决,是不是,我以前想的,就是很多人现在他就是,说的不好听,就唯恐天下不乱了,我们什么都没有了,没有什么可失去的,我们希望打破所有的这些规则,一切重新再来,然后呢,卸下我们身上的债务包袱等等,就是这样一个情况,所以说,等等,现在习近平连任以后,大家看到了,就看不到任何希望了,对吧, 整体上就是,民众这一块也好,反抗也好,中国的经济也好,包括这个国际上的压力,包括体制内部,整体上吧,都处于一种临界的状态啊,那这个呢,还得咱们慢慢看啊,好,这集就聊这么多啊,咱们下次节目再见,谢谢大家